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您关 台湾是水果王国 夏天到了最火红的水果 就我手上这样的西瓜 以及这样红通通的火熔果了 那很多人说 这个养生吃健康 就要吃当季的水果 到底当季的瓜果 怎么健康营养吃呢 待会健康好生活 要好好教大家 好 我今天现场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 医生好朋友黄冲林医生 大家好 好 再来是水果好朋友 杨文德大哥 大家好 再来养生好朋友 王明勇大哥 大家好 再来生活好朋友 洪树青 大家好 好 再来也是我们的 生活好朋友 杨月娥 大家好 再来美食好朋友保罗 大家好 夏天到了 这个杨文德大哥 这种夏天的水果西瓜 最受欢迎了 那你今天琳琅满目 这种圆的 这种长的 这个是超级大西瓜 你带来好多不同品种的西瓜 这个一般我们称为大瓜 这全部都算小瓜 所有大瓜一定会有师傅盖章 所以如果是那种量饭店在卖这个大瓜 一粒不管它几百块 只要没盖章就不要买 真的假的 没人负责 没盖章就是不好吃不负责任 这个 这个至少不六公斤重 他盖一个章 对 所以这个是农夫达人盖的章吗 这是师傅盖的 食重的人归重 然后盖章的人归盖章 然后盖了章之后再下去摘 这个大果园 他很大 所以没有办法在白天摘 那师傅都先去盖章 晚上的时候去摘 师傅不盖章不能摘 摘了师傅不负责 摘像我们那个买猪肉有没有 猪皮外面都要有印章一样 对 对 那表示那个是合法的 也有盖两个章 就是这个次等级 两个章是次等 我以为比较多 像小孩子都一个苹果多好的 一般家庭买的话 都是你已经剖好了 那剖好的我会建议去买那个 有裂缝的比较好 裂缝 哪里在裂缝 就是那个果肉已经有裂的 像这是我们节目单位 制作单位买的 这个就是典型的 西瓜的缺点 示范一下 示范一下 好棒喔 观众会犯错误啦 这个我们的术语讲 这个鸡咖都淡了 鸡咖都淡了 鸡咖都淡了 它的籽啊 籽的周围都 含水率太高了 籽啊 没有来得及吐去采收了 就会这样 水伤 好 那这个因为是我们的企划买的 然后再剖开的 那老大 你买的就会比较好 就没有水伤吗 对啊 我不要剪 这两颗哪一颗比较好 我有特别带一颗也不好的 可是我看表皮 两个都有盖章 我怎么知道它不好 是 你看 这个第一我们看纹路 纹路越开得越好 它的纹路啊 就是很宽 感觉这个直条纹是比较宽 对 对 老大你的意思是这样嘛 这里还有直条纹 对 它都有开 它的直条纹中间有七八公分宽 有 第二个就是这个疼 这个瓜疼 一定要像猪尾巴 有卷 卷的 如果没有卷熟度不够 那如果没有尾巴的呢 有的时候我们会买到它的 夏天容易没有尾巴 因为过熟 其实夏天并不是真正西瓜品质最好的 西瓜品质最好不在夏天 是在冬末春初的时候 那夏天因为温度高 西瓜的成长都变成造熟 怀胎还没有十个月 它就生了 我们早产儿 早产儿 早产儿 好 那所以最好的这个头是 长得像猪尾巴 有缩尾 好 这边有缩 然后有卷 这个是最好 当然不要枯 枯的话就代表说 这西瓜摘下来放蛮久了 好 再来呢 好 再来一个更容易辨识的 冬天的时候这个地方 因为西瓜会接触地面 对 那这个地方你在冬天 你会经常看到这里是白的 对 对 那个都熟度不够 要这样黄黄的 甜度不够吗 还是水分不够 就不好吃了 就买酸酸 就买酸酸 买酸酸 西瓜是吃 不是吃脆的 它是吃那个酸酸的感觉 所以是 真正好吃的西瓜 都种在西边 所以叫西瓜 因为西边的温度低 所以叫西瓜 不是啊 不是啊 真厉害 真的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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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被太郎了 这个西跟那个西是不一样 对啊 它说的是西的沙地 对 还有的就种甜瓜 种在田地上 那种在田地上 它当然水分比较少 所以它的温度也比较偏高 所以它在夏天的时候 通常田地的瓜 就比较容易爆 所以大瓜来讲 这个比较好 这个比较不好 对不对 这两颗再来就是听声音 听声音 有看你们两个拍半天 但是听声音 有些瓜农 其实卖西瓜的人 学了十年也不见得稳 因为我自己也不敢说很稳 因为西瓜所有的品种 不同季节 在不同的产地 它的声音又不一样 OK 如果是有人是这样用弹的 但是因为西瓜 一手要抱着 然后呢 然后让它立 立着 然后这样拍 像他打屁股 像他的小朋友打嗝一样 他不能够说拍下去 声音是闷的 闷的 然后声音如果 闷没有共振就不行 OK 那如果太闷的 如果是闷有共振 OK 如果太高音 空空空 比较清脆的 那就熟度还不够 那这一颗就 鸡咖一定打 这一颗是一定像 使用这个曲子 为什么 因为他的声音 好 我们来听听看 他比较低啊 没什么共振 又比较低 太多了 对 那要叫女孩子这样拍这个 实在是 太累了 几公斤啦 可是不管我们去买的时候 我们都给他拍拍看 拍到老板快翻脸的 不要再拍啦 奇怪快烂得掉了 两个声音有落差 这个比较 两个声音的频率 有共鸣的那个 咚咚咚咚 跟我们以前拍人家 有没有肺炎是一样的 真的喔 有肺炎拍起来就是 都水深 没有肺炎拍起来就是有空 所以你一定很会挑戏 现在都有听诊气 好老大 我们今天就先来剖 这两个大褂看看 好 老大挑的真的 跟我们制作单位挑的差很多 你小心他拿西瓜刀 穿个白衬上黑褲子 拿西瓜刀 好 还有杂技 感到感到吗 看一下看一下 用力看一下 来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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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的西瓜 几乎 紫旁边都会有一点点 但是你那个是比较严重 而且还有那个透明的结晶物 对 哪里在透明的结晶物 在紫的旁边 紫的旁边 好香喔 真的很熟 会有很透明的结晶物 所以这颗漂亮 漂亮 这颗是不错的瓜 好 然后这颗比较差 好 来 来这给黄医师吃了 笑见笑嘴 我也换了 好 换这颗 好 这个 没有啦 要温柔一点 真的 我们都以为要死 这个声音就不一样了 看起来有 看起来有 没有 水伤比较多 真的 这边 这边比较多 这边水伤也比较多 叫盖章师傅出来面对 是 所以水伤其实就有差了 这里也是 这里也是 所以这颗的话 就一定要赶快吃 不太能够再放 西瓜 基本上有90多%的水分 是水分含量很高的水果 西瓜营养素最容易被误会 就是它的维他命C 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高 真的喔 对 所以你如果要吃西瓜 补充维他命C 你可能要吃掉好几排 柴底的料一颗巴辣的料 这颗更漂亮 对 你看它侧面也漂亮 好漂亮这个炸的 好帅喔 真的有差 真的有水 完全没有水伤 一个萝卜一个颗 然后你看 而且透明结晶 你看那上面的脸 这一面如果小朋友或老人吃 就会吃得很high 因为这面几乎完全没有纸 五指西瓜我们 因为现在不是季节 所以我们没有五指西瓜 就是让它同性繁殖 什么叫同性繁殖 瘦粉不完成 我们在种的时候 我们会去用毛笔去让它瘦粉 沾嘛 然后是让它母跟母配 就不会有种子 就没有下一代啦 没有下一代 那种子就 萎缩掉了 缓软的这样 西瓜也有那个多元成家帮来 对 那个在切尾 我中概讲纸 其实各位也可以看 如果你是切好的 你可以看它那个纸的颜色 对 这也是个诀窍 因为现在有的会 会让它吹声长得快 对 它的纸都还没有黑 就拿出来卖 但是肉很红 对 有很常看到这种 有的是白白的 对 如果你看到它的纸 如果全部都是白的 白的 但肉已经很红了 通常它不大熟 都还没有熟就采下来 所以这也是个方式 如果你眼睛切好再卖的 但你卖 你卖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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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斯文的嘴巴小 好刷 哪一个比较刷 好像小片的就好 这个比较不刷 冻的比较刷 刷的比较好吃 好好吃 你知道吗 这西瓜真的超甜 那只有一群人不适合 我想我们大家六个都适合 糖尿病吗 第一种当然是糖尿病 就是你的血糖控制有困难的 之前有一个人 他有一点血糖控制困难 然后他因为他肾脏有问题 不能排水 那就摊凉 摊甜 就吃一大堆 后来就呼吸困难送医 为什么水排不出去 又还有肾脏问题 第二款的医生说 他有时候每到夏天 会有一群肌肉酸痛 肠胃不是的 他说为什么 他说吃了很多西瓜 想想为什么 他说如果你肠胃 他们中医来看 肠胃道本身很弱的人 你夏天也不能吃太多西瓜 事实上除了肠胃症状之外 甚至会有一些酸痛的问题 然后他们甚至认为说 如果感冒的人 他们也不建议说 吃太多 感冒不是要吃的吗 因为维他命你会 会寒 你要维他命C的话 别的有C 他C不多 对 所以他们觉得他反而是寒 不一定感冒 除非你好了之后 不然你不要吃太多 但是夏天补充水分一定是好的 对 那究竟我们那个子吃下去 会不会在肚子里面生西瓜 生西瓜 小孩子都有这样子的害怕 以色列有一个研究 就是他有收集了 他那好几年 有52个 因为便秘送到急诊室 然后被医生要处理的 就是要挖出来 我发现有49个小朋友 都是吃西瓜籽 太多 然后塞住 很奇怪 他说这40几个 全部通通是阿拉伯裔的 没有一个是以色列 就是犹太人 所以不晓得可能是阿拉伯人 喜欢兔子 对 那其实两颗子 三颗子 十颗子大概不会怎样 我想要很多很多 才会塞住 那后来他又发了另外一篇 成年人也是一样 所以老年人常会蠕动慢 所以子 能兔还是尽量兔 但是不小心吃进去也没关系了 一两个没关系 其实你看今天洋大戈 大概这种品种 这只算很少 对 你看这样这一片吃不到时刻 对 现在的品种改良得很好 可是为什么有一句台湾话讲说 晚上吃西瓜 不然没有换键 对 我真的有过 小孩子西瓜没有吃完 剩下了怎么办 放隔天又不好 把它吃掉 睡到半夜 很精彩 起来跑步 你是跑厕所 真的耶 为什么 真的会拉肚子耶 因为它比较寒 还有一个现在的西瓜 各位都是放冰箱冰的 对 所以你冰更烂 所以你晚上会更明显 尤其这个蛮利尿 其实西瓜在水果里面 算很利尿 其实我觉得问题是它的水分 因为它的水分会含在它的纤维里 然后一路就下去 所以它的水分吸收得慢 它是慢慢吸慢慢吸 然后你的通便通 那个还有利尿的效果 都这样来的 那西瓜到底要吃到什么程度 我有吃到这样子 朋友跟我要说 你把下面白的留给我 对 他要吃西瓜白 他说很脆 我说薄的下去 真的耶 他咬起来啃 西瓜白做 待会这个民友大哥会做沙拉 不过 做沙拉 可是你朋友比较聪明 因为上面是甜分高 吃的怕胖嘛对不对 你朋友聪明 吃下面不甜纖维多 比较 那我会胖 好 等一下你教我 那文德大哥 你另外教大家认识一下 不同品种的西瓜 除了刚刚这个大瓜之外 另外这种小瓜 是俗称的小玉 对不对 对 这叫小玉 可是这一块椭圆的 不是小玉吧 这个叫甜美人 甜美人 甜美人 因为这个时候还不对 有一种另外叫黑美人 那黑美人你就 它的颜色就 几乎都整个都墨绿了 好 那这个小玉听说是 某某人的女朋友的名字 是什么 是什么 你说小玉的品种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品种名字 是某某的女朋友的名字 当年研发的 当年研发的 对 那你还叫得亲切一点 小玉 他的初恋期才叫小玉 纪念他 纪念他 哇 这个小玉 这个叫做木瓜色 木瓜色 它的品种就叫木瓜色 有点橘 对 我们一般传统看到小玉 比较淡黄 但是品种名称 它就叫木瓜色 它又不叫芒果色 哇 这个就是 基本款 基本款 真正那个小玉很黄的 几乎不会有这个颜色 对 不会有这边的颜色 不会有橘色 不会有橘色 这已经有点芒果色了 都差不多是这边的颜色 真正的小玉是这样 那这个都有混到 小玉因为拜拜的时候 人家比较会需要 对 而且有一些小家庭 买小玉比较没压力 对 放冰箱好放 对啊 因为你买大瓜 真的只能买切片 对 这甜度我觉得更高 然后它没那么沙 大西瓜是口感比较沙 对 那这纤维比较细 我觉得吃了红色之后 觉得小玉的西瓜味 也没那么重 对 红色的瓜味比较浓 红色瓜才有道地的西瓜味 小玉的话比较脆 木瓜色呢 比较暖心 对啦 比较暖 对啦 因为小玉要脆脆 它这个吃起来有点 你注意吃起来有点像哈蜜瓜 对 它很像哈蜜瓜 甜瓜哈蜜瓜 对 很像哈蜜瓜 它这个是新的品种的感觉 又那个刷刷的感觉 好 那老大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个 你说 甜美人 甜美人 甜美人了 我觉得它的纤维也比较细 它的纤维质感类小玉 这个有点微酸 谢谢 然后酸甜适中 对 这感觉糖尿病比较能够 他胜脏病了 这个呢 直接洗流里台OK 所以你可以做清洁是OK的 其实我们把它切下来 你生食熟食都可以 你可以切大块 去炖排骨汤 代替冬瓜 火龙果 火龙果尽量不要挑这种形状 为什么 这种形状 手里比较不够 这个有点微酸 然后酸甜适中 对 这感觉糖尿病比较能够 或肾脏病了 那没那么甜 而且它这大小比较适合 我觉得现在小家庭 两个人三个人 一家人 大概一千两千 尺寸刚好 而且这个比较脆 对啊 它口感的纤维不大一样 而且比较适合像内地吃到的 对 这很像内地吃到的 西瓜除了这个营养素 是茄红素之外 还有一大堆维生素跟矿物质 其实大概红色的 就是维生素A 有稍微多 但是其实西瓜真的是 跟其他水果比起来 它都输 因为它是水果 对 因为我们说维生素A 再怎么比也比不了木瓜 或什么其他的瓜 所以原则上 西瓜就是补充水分 那比较不好就是会过量 因为吃太爽了 会一直吃 所以那个 如果糖尿病患者 你吃这样一片 还真的不会怎么样 其实要吃掉 你整个才会有可能 都是一个重点 不管你喜不喜欢吃 哪一类的东西 不要偏 也不要太多 对 要多样 那这个保罗还会帮大家介绍一下 听说台湾创意西瓜 打染一大堆 还有方瓜 对 还有方瓜 大家都看到都是圆的 或椭圆的 居然有人这种 我们在云联这个 廖文斌先生 居然做出这种方形西瓜来 非常非常的可爱跟漂亮 原因是因为 以前我们都要大堆的嘛 大堆的吃量 但现在我们刚刚水果答案讲到 冰箱放不下 所以要越放越做越小 越做越小 越做越精致 所以他就想到说 为什么不学这种日文 做上那种哈密瓜 又有这种 所谓的方形的 一颗七千多块 他就做成了像这种 方形的西瓜 就没想到非常的大麦 然后里面上面 还可以雕刻 对啊 那如果文德大哥说 雕刻 那不是两三天就烂掉了 还会又臭 对不对 但他们这边做的方法是说 让你能够保存到六到十二个月 所以相对来讲 有很多的保存值 但是要送禮了 送禮是用两箱禮 皮比较厚 皮比较厚 然后另外我们刚才看到说 他除了这种以外 还有这种所谓的 智林西瓜 但问题是这个叫 为什么叫智林西瓜 为何 就可能是 他的形状来讲的话 比较像智林西瓜 因为文革不懂 为什么叫智林西瓜 为什么叫智林西瓜 这样拐拐的那种感觉 这样垂涎欲滴 甚至有一些像所谓这种黄皮 红肉这种 所以其实基本上来讲 送禮尤其送这些外国人的话 他们觉得说台湾的水果 然后又做成这样 又可以保存的话 其实还蛮好玩的 好 那一般来买西瓜 另外一个困扰是 像这么大 常常很难塞进冰箱 到底要怎么保存呢 我们接着下来再看 好 二姐 你要帮我们示范一个 直接切好西瓜 放进保鲜盒 刚刚好的做法 对 那么多西瓜 吃不完怎么办 对 又难放 然后有时候我想要带到办公室去消暑一下 可不可以 好 但是这一颗我没有办法抱去办公室 对 很难抱 那家里面有像这样子的盒子 那你就可以帮自己很快的装一个西瓜出门 你看 你先压下去 先压那个硬痕 对 我先压一个痕跡 你可以看到边边有个痕跡之后 对 有了 有硬痕的对不对 好 切出我要盒子的厚度 厚度 哦 阿尔姐 破例 破例 好 不要随便惹我 我现在拿的是西瓜刀 真的 好 好 这样之后 不好意思 大小便 抱歉啊 没关系 没有关系 我做个示范嘛 妈妈比我厉害耶 在家里面你们可以做得更好耶 有大有小嘛 OK 有大有小嘛 好 来 你把边切出一个四方形来 对 这样是不是一个四方形的对不对 是 那你可能边边怎么放到盒子里面 四个角还可以小修一下 小修一下 修得不要丢掉哦 还是可以继续吃的 而且也可以打成汁嘛 对 没错 然后呢 像这样你把它侧面起来 你说我不要吃这么厚 我可不可以再切 对切再更细 好 更薄一点 把它切下来 好漂亮 这样之后呢 来 高薪切大块 高薪切小块 我们就切小块 它切方块 然后我出门旅行啊 上班啊 小朋友差了 很方便 切好了 然后 切好了 我们就这样把它扣上去 然后呢 反过来 反过来 好 我就装好了 西瓜就装好了 这一整盒这样子 稍微把边边角角清干净 比方说冰箱冰啊 保存啊 或者带出门啊 交油啊 这个盖上 你看看 放在冰箱里面 隔天再出门 是不是 是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西瓜 对 而且这样放会放得比较有效率 对 不然我们发现每次自己这样切好再放 你会发现里朗朗很占空间 空间很多 放没几块而已 那除了保存的方法之外 接着下来 民勇大哥要教大家做的是 西瓜皮的沙拉 好 民勇大哥你今天教观众朋友 没有吃完的西瓜都还有西瓜皮 西瓜皮很营养 西瓜皮其实很营养 为什么 因为皮上面有很多这个纤维 一般大部分的纤维都是 还有矿物质也大部分都在皮下 当然还有很多就是 我们现在知道的 皮有保护作用 所以很多抗氧化物都在这里 那一般我们不会这样直接吃嘛 对 那还有一个很多人 很多人应该像艾美的小姐 都会可能来什么 甚至可以 所以你可以做清洁是OK的 如果你不要浪费 那个水果的酵素油 还有还有很多纤维 所以差点是怎样去搬 差点就是水分嘛 就像你敷小黄瓜一样 好 那我们当然吃的话 其实我们把它切下来 你生死熟死都可以 其实我试过 你把这个肉 因为现在其实 我刚才才跟大哥讨论 你看这皮都很薄了 它已经改良到 以前都大概这么厚嘛 现在都很薄 所以你切下来可能就不多 只剩大概像这样 就这样一个薄皮 那这个其实如果你家里 真的现在夏天很多 你可以切大块去炖排骨汤 代替冬瓜 现在没有冬瓜 你就用代替白骨汤 清爽喔 对 如果你直接要当生菜餐 我就只把它切薄片 就这样子 对 或者是你用那个刹枪有沒有 爆湿的 把它爆粗一点的湿 对 那这样子之后呢 我们可以做凉拌 像我今天准备的几个湿 就是像家里比较硬的水果 像这个是芭拉 芭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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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今天这是一个水果丝的沙拉 我们就这样子 对 那当然我们如果家里有这样 比较硬的哈密 对 比较硬的哈密瓜 因为这个哈密瓜 比较软 所以爆起来比较碎一点 你可以用硬一点 那像这个是已经切好的 我们就把它放进去 那像这个漆油果 比较硬一点的 你也可以把它切丝 把它放在里面 你这个留了一扁边边 所以吃起来脆脆甜甜 对对对对 那这样子我们做沙拉 其实蛮好的 对 那我这个沙拉很简单 就是你把这个西瓜皮 主要是以西瓜皮为主 那我们拌一点其他水果 就有不同的风味 那因为加一点奇异果 就让它一点酸了 所以我就不用其他的调味 不然我会用一点梅子 或者是醋 那这样就可以了 那你要吃之前呢 我们淋一点点蜂蜜 你今天是蜂蜜口味 我感觉它如果是咸的口味 酸辣口味 泰式酸辣 我觉得你如果用那个百香果 都可以 其实这样就是各位观众朋友 你们自己去决定 那我今天做这个 有点像甜点式的沙拉 比较突破一般的观念 那我们就撒一点白芝麻蜜 放后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会高鲜 又没热量 对 吃的比较便宜 而且我现在最后的画龙点金石 芝麻蜜 等一下你们吃的时候 要连芝麻蜜一起吃 会有一个香气 而且芝麻有好的脂肪 你吃这些水果里面 一些脂溶性的维生素 会比较好吸收 好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这样就完成了 你们可以吃口感 同一口吃吃看 好香 好香 它有一个不同的风味 还有芝麻 刚才说没有热量还真没热量 因为刚刚那个红的部分 有糖分的部分 都还只有100克才25卡 所以更何况是没有糖的部分 就是没有红色的部分 那个卡数更低 好吃 好吃 尤其那个芝麻真的是 画龙点金 夏天在开爽口 而且这样做起来很简单 又废物利用 所以又省钱又营养 好 谢谢民勇大哥 谢谢 好 文德大哥 夏天超火红的水果 除了西瓜之外 我手上这种火龙果 也是减肥跟营养的盛品 到底这个火龙果 外表长起来这么红 到底哪一种是红肉 哪一种是白肉 这个是白肉 是 它比较光滑 这个虽然是红肉 可是因为这个品种叫莲花 莲花 所以它也比较光滑一点 但是一般正常的红肉 都是这样 都是这种肉 都是这种皮 对 传统的 皮比较薄 天软 天薄 那这个就比较厚 所以它就是天生 看起来比较没有光泽的 是不是 天生是这样 不是干掉的 而且这感觉婴儿皮肤 这感觉老人 我懂了 然后它长得像手榴弹 它长得像蕾球 那白肉跟红肉 除了这个表皮 跟这个光泽度不一样 通常你会怎么挑 挑出品质跟这个内容 比较好的火龙果 火龙果尽量不要挑这种形状 为什么 这种形状熟度比较不够 要一样是白肉 或者不管是红肉或白肉 都是要挑胖一点 那另外一个 判断熟度的一个重点 就是这个 这个鳞片叶 鳞片叶你看 这个红啊 如果能够往上一点的话 上来到这边的话 那熟度就比较好 像这个熟度就有点少 像那个就很上去了 这个就很上去了 不是 这个也是不够 你看它这么长啊 它只到这里 它如果能够上来这里更好 所以绿的不要太多 不是绝对只是相对值 要跟它本来的绿的比 要超过一半以上这样子 要跟它的大小来比 有的更惨 你在冬天的时候 甚至是买到 红色到这里而已 整个都是绿的 整个都是绿的 对 那个就 那个吃起来会有草腥味 有有有有 因为红肉它比较甜嘛 对 它比较甜 所以它比较容易有 水伤 水伤 对 火龙果也很怕水伤 你看这个就是水伤 你看这个就是水伤 对啊 都快烂掉 这个也是水伤 对 那这个水伤呢 如果你不理它 它会越来越大 它会扩散是不是 越来越大 然后就会烂 水伤如果说 中间有一点很像那个针 戳了一个洞这样 对 那就是有虫 哦 你就 那个就是 它先被果蝇叮到了之后 然后虫就在那里生存了 然后你稍微压一下 那个虫就会跑出来 而且 它不是果肉 它只有在皮跟肉中间 它吃得比人好 因为它是要比你比较健康的 体化金素更高 更营养 不是 它比人更懂营养学 OK 可是皮我们人吃不下去啊 对啊 所以我们不吃皮嘛 那火龙果的虫 你就是你把它弄掉的话 它几乎不会在肉里面钻了 它不会钻到肉里面 所以老人家把烂掉的地方 切掉其他再吃也是可以的 是OK的 你把它切过去就好了 那芒果就不一样了 芒果就 就虫会到 直接吃果肉 有可能会到那个肉里面去 然后像这一棵 虽然它没有水伤 可是它也不好了 烂掉了 你就摸它就软软的 摸硬硬的吗 是 起码要有硬的硬度 对 那老大一般人买回家怎么保存 其实它的皮都算 比一般水果来讲 那些都是算厚 我建议所有的水果 就是在通风处就好了 你只要在通风处 真的你切了之后 你吃不完才进冰箱 那最好是纸袋包 因为它会水分会一直 有比没有好 对 一直被漆走 对 还是我就干脆把它切了 挖出来 然后放在那个保鲜盒里面 密起来 盖起来这样子 如果保鲜盒有密封好的话 是OK的 像这种红肉你看 它的绿色就已经很少了 对 很少 它这个熟度都很够 但是如果像这样的话 就代表它放久了 它就冷冷 就要赶快 你真的买了它 就赶快吃 赶快用 好 老大我们这几颗 都剖开来吃看看 好 试一下 好 你知道那个火龙果 当年在台湾怎么红起来 当年就是陈文倩 听说这个减肥 就让它爆红了对不对 对 因为它其实 你也知道它都胖瘦瘦 它那个时候就是跟人家说 它呢 怎么剪呢 用一个叫做好式食谱 就好无兵的好式食谱 对 那那个时候主要有四种蔬果 其他三种都很常见 人家说巴勒 什么番茄 竹笋 都很常见 可是后来其中一个火龙果 大家想说是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对 后来才开始 大家试着吃 才发现这东西还真妙 不然本来都是东南亚的水果 可是它其实你看 有人说它这个紫色是花青素 可是也有一说说 它这个紫色其实是甜菜素 这样看之下的颜色 跟甜菜更像 其实它应该是说 我们吃那么多蔬菜水果 唯一你吃多了 你会从尿尿跟大便 看到红色出来 大部分都是甜菜素 对 你其他花青素的话 整体吸收的比重比较高 我曾经有一个员工 他每天吃一颗火龙果 然后他过了差不多五天之后 他跟我请假 他去挂急诊 然后看了很久之后 医生也搞不清楚 后来医生问他说 你最近有吃火龙果 有啊 我每天吃一颗 那你没关系 你吃火龙果 对 这个也要呼吁观众朋友 因为很多人吃火龙果 他本来很紧张说 糟糕 我尿尿有血 然后后来发现 不只喔 我连大号都有血 所以很多老人家 他就赶快请假了 所以很多老人家 如果他本身有痴疮 他吃这个你就要提醒他 不然他会以为痴疮 痴疮又痴 可是你知道像火龙果 我妈妈不敢吃红肉 为什么 他会觉得可以像流血 他看都不看 他觉得好恐怖喔 恐怖喔 所以他火龙果 他只是白的 但是他不会像甜菜跟他那样 只是说吃这个 你要非常小心你的衣服 真的啊 这个超级难洗 就是洗不掉的 是不是 就惨了 保罗先生今天穿深色衣服 而且你看 这手懒到 你洗也不会马上洗掉 对 你看我指甲片里面马上就 你看这指甲片如果染到红的 等一下你搓一搓它洗不掉 可是好甜喔 好甜喔 可是我觉得台湾的火龙果 真的好吃很多 我在香港吃过 那种没有水分 没有香味的 就是一比起来 就觉得台湾的真的是超好吃的 而且这一颗超好吃的 而且很香 好甜喔 它有一个香气 好甜喔 他明明刚才屁股 就一副要烂掉的样子 竟然这么好吃 而且上次这个陈文倩减肥 吃的是白色火龙 做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专题 结果吴嘉诚老师就跟我说 你要呼吁啊 电视上要减肥的女生 要吃红色的 她说 更高 然后一样可以减肥 那她反正是补血啦 抗氧化啦 化新素啦 零啊 夹啊 化新素啊 C啊 B裙啊 鐵啊都有 所以对女生来讲 其实她算是很好用 而且其实她甜度 因为台湾实在太会重 不然本来她甜度 真的也是不高的一个水果 其实真的很适合来拿来吃 然后如果你减肥的时候 就跟刚才那几个 都是减肥非常好的水果 芭乐也是第一首选 然后番茄也是第一首选 竹笋也是首选 所以这四个搭起来 为什么能瘦 如果你晚餐真的只吃这四个 而且不是台湾重的 必瘦 必瘦 但是 如果是台湾重的 请记得量要稍微极致 因为它真的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很甜 而且台湾重的 如果甜分很高的话 其实是要稍微克制一下的 因为台湾人真的好会重水果 自己家太强了 白肉 为什么你知道它甜分不高 这一定的嘛 因为它夾抗外表 这颗子比较像手榴蛋那一个 是手榴蛋那一个 手榴蛋那一个 而且它要轮在红色上面吃 而且白肉本来就一定会 比红肉还要低 红肉好吃很多 可是这有另外一种清爽 对啊 这个怎么有荔枝的感觉 而且怎么会有一个草味 酸香 就草腥味 草腥味 它其实有个草腥味 所以就是不要买这种椭圆的 那草腥味 可是我们水果控 还是快要吃光了 对啊 所以杨涵哥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买到这个绿叶的 好 那我们切这一根看看 那再放它还会再红吗 火龙果的后手不好 不好 所以这怎么放也没有 一点点效果而已 来 这个是比较好的 来 这个比刚才的甜 对啊 这个它甜很多 对 而且没有炒腥味 对 没有炒腥味 然后也没有酸腥味 对 但是有酸腥味就感觉 减肥很棒啊 但没有甜 所以我们 所以我们买火龙果都是 尽量买圆圆胖胖 对 六块比较好 对啦 真的 六块比较好 我们都没有想这纸这么多 刚才担心吃西瓜子 对啊 会跑到哪里去 这个纸都吃进去 不会发芽嘛 对 不会啦 我自己有用这个种过盆栽 很好 真的 你把这个纸喔 你把它稍微挑 不用挑啦 如果你真的要种的 你把它稍微洗一洗洗一洗 用那个网子 把它抬过了 你把它放在土里面 种 它就一颗颗仙人掌 这样子长出来 仙人掌的样子 就它 你们看过这个吗 就跟仙人掌一样 它是仙人掌科 它种出来很可爱 就是一支一支毛毛的 我忘记不然今天应该带来 我们就有种过 很可爱长这样的一点点 所以观众朋友可以 这个纸可以剩下的 可以种得出来 因为火龙果是仙人掌科 它长得像仙人掌那样子 一根二半很长 然后下面再长出果实嘛 对 而且很好种 因为它的仙人掌的 不怎么交涉 其实它好种嘛 所以它本来是中南美洲的水果 后来台湾的农民 才引进来才来种 好 那接着下来 民勇大哥要示范一个 火龙果皮的沙拉 这个就是花青素很动物的吗 对 这个你看我手一摸也是 你看这颜色很动物的 花青素对眼睛很好吧 这是跟抗癌 抗癌 因为火龙果很好吃对不对 怎么是这种口感 多小的异样 好清爽的利剑 好好吃 好 民勇大哥 你说这个即便是火龙果皮 都不要丢掉 都还可以善加利用 对 刚才我们有提到这个花青素 这个植化素对不对 其实红肉是肉就有了 其实我跟讲白肉也有 在哪里 在皮 因为它皮这么红嘛 对 这个红的本来就是 所谓的甜菜红素 或者是花青素这类 那这个东西 一般你这样就剥的吃掉 对不对 我建议大家 当然刚才杨大哥教我们 你要挑熟一点的 你要如果连皮 你要把皮拿下来吃的话 要把这个熟一点 这个比较好剥 这个饿片会比较好剥 还有一个 饿片越密的 你也越好剥 那饿片越密也表示它比较熟 它长得比较好 那像这个比较不熟 它比较不好剥 那像这个 刚才我们也没有吃到的 这个就很好剥 那这饿片已经很熟了 你就轻轻这样 很清楚 你就照这个饿片这样 那如果剥不干净的 你就怎么办呢 你就是用烤到烤 用烤到烤 如果它熟透的 其实我就是去头去尾 你把这个去头去尾之后 有点像剥芒果这样 对 然后有点像剥皮 或者是你用烤也烤得下来 也有点像奇异果在剥皮 像芒果啦 比较像芒果 外面这层还可以脱皮一层 对对对 这是第一层 一般这一层就是你 我们担心如果有一些 怕有一些残留物或者不干净 那你就把这一层一定要剥掉 这一层是不吃的 那剥完以后 像我这样这样子 之前我已经剥好了 因为这比较厉害 剥好以后就整片就像这样 它前后都没有东西 这个就是花青树很丰富了 这个你看我手一摸也是 都是你看这颜色很丰富的 所以我们就留着 所以这个是白肉的皮 这不是红肉的皮 那我们就把它怎样 你知道吗 其实把它腌 腌有点像腌 那种感觉 你就把它切大片就好了 切片这样子腌 或者是如果你要像芒果干 就整片腌也可以 这样就OK 是不影响口感的 那我们就把它切比较大块 一口这样的感觉 花青树对眼睛很好吧 像一大堆固眼睛的保健品 都是号称放蓝莓跟花青树 还有其实这个甜菜根树 现在发现是多分类似 抗氧化第一名 抗氧化第一名 甚至更抗癌 抗癌抗癌抗氧化 对 那我们就加一点点糖 哦不要太多 那因为我这个有梅子汁 我就加一点有梅子 这个梅子汁 让它有酸味 那有梅子汁 我就不加太多醋 那一般如果你怕有点色味 是可以先一点点盐 加加一点 这是一点醋了 不用太多 那一般我们这样 你就把它抓一抓 抓一抓就可以了嗎 要多久入味 一般我會放在冰箱 大概一兩個小時會比較好吃 因為它味道才會進去 那你們現在可以先試試看 沒有 我們沒有辦法等一兩個小時 我們先用去 我感覺 我感覺它會像蜜餞 它整個feel應該是蜜餞的酸甜feel 你們可以試試看 結果這個味道就很來耶 聞到味道是不是 對啊 我們都流出來了 很像紅色的酸那種 而且我覺得感覺是個蜜餞feel 而且你吃吃看 它的膠質很多 膠質 果肉沒有膠質 好吃耶 酸酸甜甜的蜜餞 像不像那個洛神花的果凍 那個果醬對不對 含滷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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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滷 然後你會喜歡 取弱QQ的口感 對 所以如果你把它切更細 所以以後如果你搖搖杯 你們自己做搖搖 可以把它放在裡面變成 搖搖搖搖 QQQ的 對 所以Q的口感 所以你看一樣是廢物變黃金 對 真的 好 謝謝民勇大哥 謝謝 好 保羅這個夏天超火紅的水果 還可以入菜 還可以做成這種甜點 我介紹這一家叫做Bing Girl 它是在這種夏天才有的火龍果冰 你看 就冰磚 對 就是冰磚 有點像以前的這種 所謂的那個什麼蜜糖吐司有沒有 它把它做成一個冰磚的乾淨 而且只有夏天才有 而且它裡面挖成星形的挖空 然後外面裹上這個所謂的果凍 然後放上我們台灣的這個芒果 然後外面有這個所謂的香草冰淇淋 然後最裡面居然是所謂的 所以一種口感 大家在那邊玩起來的時候 感覺會很開心 好 來 我們幫大家分享一下 好 切 好像這個冰塊切了下來 切塊切了就切成這樣 所以大家可以直接挖著來吃 它不用超生機 對 它像吃冰糖吐司 其實就像糖山那種感覺對不對 一邊玩一邊戳這樣 很好玩 你看 裡面還有東西可以挖的 好妙的感覺 對 而且它其他的時候 有其他的口味 但是火龍果口味的話 大概只有夏天才有 它裡頭是冰淇淋 對 它這個冰真的是用火龍果做的 就火龍果的 而且都是用台灣原產地 自己做一個醬水的 完全沒有 所以你可以吃一下 真的那種本來的甜 我覺得這家裡頭 如果有小朋友吃到 一定會害死 對 四 五個人分享一盤 這樣很開心 所以拿出來就興奮到不得了 好不好 好冰喔 過癮 重點是這比蜜糖吐司健康多了 對 來過 因為這個熱量 因為油很多 熱量跟油還有糖 這個完全是天然的 好涼好不好 天然要幫我打出去做那邊 對 所以還是有一點 那種所謂的果汁的原味 我覺得它完全就是果汁 它其實沒有摻了任何一點水或糖 完全就是用那種火龍果原來的 這個原味大成 至於後弄成這種剉冰的樣子 給大家吃了 我覺得非常的消暑 而且我覺得這女生如果要減肥 一定會很愛 因為它這顆冰磚根本就只是果汁 對 然後旁邊只是蒟蒻豆 對 那這相對的甜點熱量就低多了 熱量 糖 油 都少得非常非常多 還有澱粉 所以沒負擔 吃個開心 如果這個是蜜糖吐司的話 那個沒有 油 糖 澱粉 就多多了 那這個的話輕鬆 健康 無負擔 對 然後接下來再介紹我們另外一個 就是我們的西瓜草莓蛋糕 真的嗎 大家應該很少聽過西瓜 可以做成蛋糕 但是這一家個人工作室 它居然把它做成像這樣的蛋糕 中間這一層是西瓜 對 你看到上面就已經有一層 我們剛剛看到的葡萄 草莓 然後這邊大概是我們的海綿蛋糕 但它最特別是中間這一層 我們今天講到的紅色的水果 整片居然都是西瓜片 所以這個只能接受預定 因為這個非常非常的費工 大家想說西瓜會出水 它用很多特殊的處理方式 讓這個西瓜 第一個 西瓜片是一整片 第二個 不會出水 第三個 跟這個所謂的 我們的海綿蛋糕跟奶油 剛剛這樣弄起來的話 剛剛好 這個只接受預定 因為非常非常費工 所以大家今天有幸都吃到了 我再給鏡頭看一下 它上面這也很費工 對 這裡頭包含什麼你知道嗎 草莓 然後包含這個葡萄 然後這個是玫瑰花瓣 對 所以你看 整個你看視覺跟吃起來 都有不同的感受 好 保持上 我們來囉 因為我下一個生日 所以我先切 而且切起來真的跟一般的那種 所謂的蛋糕不一樣 因為裡面有那種脆脆的感覺 一般都是布丁 一般都是軟的對不對 然後這切下來真的是有這種脆脆的感覺 這比較像在切冰淇淋蛋糕對不對 對 那我理解這個也一樣 夏天這個有的時候 你吃完一大堆餐 你想要吃甜點 可是這個裡頭富含水果的話 相對它熱量會比較低 對 然後營養價值會比較高 而且你不會吃到太多糖 太膩 都是油 奶油這些的 來 這會不會太幸福 哇 它的剖面其實蛋糕的體不大 所以它真的會吃到很多水果的 其實是非常清爽 不會讓你吃到太多那種蛋糕的味道 清爽 這真的非常特別 所以一般在外面真的很難遇到 可以吃到那種整片西瓜 這個口感好複雜 而且好好吃好多層次 西瓜的水分跟甜分都還在 然後蛋糕的鬆軟 然後女生吃甜甜的那種幸福感 除了酸酸甜甜感 可是它不甜 不甜 那它相對的熱量跟那個油膩感 就會低很多 因為一般的奶油層都那麼厚 你想想看吃完以後 你要爬多少一個101 才會消耗到那種熱量 但它那個所謂的奶油層 其實非常非常少 完全是水果的甜味 非常非常厲害 而且那奶油味搭配上西瓜 好像在吃固態的西瓜牛奶 對 而且它奶油還是法國進口的 法國煎奶油 它可以把那西瓜放到中間 實在太神奇了 對啊 這個西瓜 是很香的口感對不對 對 非常好 蛋糕是軟的 西瓜是脆的 然後還有水果是甜的 對 那它水果跟西瓜的 口感就不一樣 對 然後最後一道當然要介紹 我們剛剛吃了那麼多水果料理 有甜的 那我們要來吃一下鹹的 這是我們的這個所謂的 煙西瓜起司跟芝麻葉的 這個分子料理 對 一般我們都知道 這個義大利文的叫 Carpaccio 就是我們的這個所謂的起司 加上醃製的這種生牛肉 但這邊特別是 你看到這紅紅的一句 因為分子料理 所以這紅紅的一個 其實是西瓜 油漬西瓜 我還以為是生牛肉 對 我還以為是生牛肉 但完全就是我們 今天的主題紅色水果 而且它用這個油醃過以後 你吃起來會有一點那種 煙燻的口感 讓你感覺說 這真的是西瓜嗎 你會 自己會懷疑它真的是西瓜嗎 來 每個人都一盤 吃看看 好 來 真的 它感覺芝麻葉跟起司 芝麻葉跟起司 可是感覺好像 它完全是義式料理的甜菜的感覺 好像油漬番茄乾的那個感覺 對 就是那種風乾油漬 意大利的那種油漬番茄 為什麼它這西瓜的口感 對不對 我跟你講說 是不是吃不出西瓜的口感 對不對 這是西瓜嗎 沒有 好妙 非常妙的口感 而且那個 那個芝麻葉加起來 苦苦了以後 那個感覺剛好 把那個甜味給平衡掉 好好吃 奇怪 這個西瓜 怎麼很像剛剛的火龍火皮呢 對 每個人都一盤吃看看 好 來 真的 它感覺芝麻葉跟起司 芝麻葉跟起司 可是感覺好像 它完全是義式料理的甜菜的感覺 好像油漬番茄乾的那個感覺 對 就是那種風乾油漬 那種意大利的那種油漬番茄 為什麼它這西瓜的口感 對不對 我跟你講說 是不是吃不出西瓜的口感 對不對 這是西瓜嗎 有 好妙 非常妙的口感 而且那個芝麻葉加起來 苦苦了以後 那個感覺剛好把那個甜味 給平衡掉 好好吃 奇怪 這個西瓜 怎麼很像剛剛的火龍火皮呢 就是有那種脆脆的口感對不對 對 有點像生牛肉 那種軟嫩軟嫩的感覺 他們也很難吃 就是它很奇妙 因為西瓜 你很難吃到所謂的柔軟 就是 因為西瓜要不就是鬆的 要不就是脆的 可是它是軟的 而且它那個軟 很像那個鮭魚片的那種口感 對 有一個柔軟 對 有一個柔韌度的 它並不是純粹就是 鬆起那種好妙 對 所以這種分子料理是特別在說 讓你吃不出完全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真的太厲害了 不用說我完全不知道 這是什麼東西 不會 而且用橄欖油又健康 對不對 我一定覺得它是 不過它有烤過嗎 應該有煙燻過 好特別 不說我以為它是甜椒 對 對不對 真的 有這種軟軟的那種感覺 像烤甜椒的口感 對 可是它橄欖油搭配起司 我覺得非常好 對 它加上芝麻葉這樣 很清爽 很舒服 對 然後吃了以後 夏天真的可以開胃 然後基本上 也不會有太多的負擔 就是這種 今天夏天了 謝謝保羅幫我們介紹 這麼三道清爽的好料理 謝謝保羅 謝謝 好 節目最後 黃醫師還要提醒大家 一個健康小叮鈴 好 這個健康小叮鈴 是跟西瓜有關的 我們都知道 茄紅素可以預防攝護腺癌 好像只對男生有關 其實我們今天有一個研究 告訴我們 茄紅素其實對女性也有幫助 在美國的維恩州立大學醫學院 他們給一些女性朋友 吃茄紅素之後 發現可以預防腎臟癌的風險 減少了39% 這個跟我們今天的水果 有什麼關係呢 有 因為西瓜裡面 其實也是含有茄紅素的 而且更奇怪的是 西瓜裡面的茄紅素 是順勢的茄紅素 是我們可以直接吸收的 不像番茄的茄紅素 雖然量也不少 但是必須要煮收之後 我們才能夠吸收 所以西瓜吃多了 應該也是可以減少 攝護性癌以及女性的 腎臟癌的風險 好 謝謝黃醫師 所以夏天其實吃西瓜 就吃得到茄紅素 那我們節目中 講到吃這個火龍果 就吃得到花青素 沒有錯 這個都是抗氧化 抗老抗癌的一個 非常健康的植化素 那今天謝謝 各位專家朋友的分享 也謝謝觀眾朋友的收看 我們下次準時再見 拜拜 我是擔心 從下 homepage 這是 尖 sizi